黃姓阿伯 救難人員在嘉義奮起湖周邊搜索 因為一名七十多歲阿伯 稍早前爬山失聯 至今仍下落不明 對 他說要往下走 我們剛剛到一區都沒看到人 所以應該不在大東山裡面 身高他們沒有講 救難人員充滿疑惑 因為監視器明明看到 穿著藍衣藍帽的黃姓阿伯 往山下走 但就是騙巡不著 這時有人想到 阿伯會不會自行返家 因此聯絡在地里長幫忙 果然 不只阿伯抱怨遊覽車不等人 也有其他團員指控領隊 將阿伯放鳥 原來阿伯跟社區民眾 一群二三十人 六號一早從高雄鄰園出發 要到奮起湖一日遊 十點抵達後 約好下午兩點半集合發車 但等了超過一小時 阿伯仍沒出現 領隊則好報警後 帶著其他團員準備返航 沒想到卻遭破文抱怨 將團員放鳥 民眾表示於當日下午1點左右 有一名山油向民眾詢問 要到何處搭乘遊覽車 民眾指示其沿 柏油路一無無限往下走 原來阿伯下山後遇到插路 走錯了方向 沒有回到集合點 加上他沒帶手機 也沒同伴 才會乾脆自行包車回家 雖然最後事件順利落幕 但卻讓近十名警銷人員 找了超過五小時 還意外讓顧及其他團員的領隊 一度遭阿伯及部分團員抱怨 成了帶罪羔羊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